他是蒋介石的恩人,却说,蒋介石不会打仗晚年定居香港,提到关林征很多人是不知道的,但是他却确实实施国军中的一代长盛将军,同时也是国共第一名,江不过他确实没有多大的名气。 关林征出身陕西滬县,真花卫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中,1924年考入黄浦军校第一期,从进入黄浦军校,开始他就被告知,要做一个有高度才能的军人做一个不怕苦,不怕死的军人在他的一生中,他也确实在履行这个这条尊责黄浦军校毕业后,他既参加了黄浦学生军东征,他军事生涯的第一帐, 就是进攻军事重镇带水,他英勇杀敌亲自带领战士冲锋出出茅庐的他,取得了第一帐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,他也是为数不多的与日军血战的将领,在长城抗战中复官,卫兵十几人都被炸死,他自己也被炸伤五处,依旧从容指挥1937年10月,他率军与日军打了激烈的攻防战,还发生惨烈的白刃战, 最终日军败退,随后又偷袭,日军机场,炸毁飞机十余架,在台儿庄大劫中,他率领部队完成对日军的包围击毙大批日军,赢得关铁拳的称号蒋介石下野时,黄浦系军官基本上都被潜塞, 作为黄浦军校出身的军官关林征,则次处联系黄浦同僚迎接蒋介石赋职,这也奠据了他在蒋介石的地位。蒋介石对关林征也是非常信任和感恩的, 1946年关林征被调到成都担任黄浦军校的教育长,第二年就是辞去校长一职,正式由关林征接班,成为了黄浦第二任校长。 尽管承认蒋介石领导北伐和抗战有功,但他对蒋介石的指挥能力并不认可。 当他听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带领全军向大义集中的时候,就知道必败不可,说蒋介石实在不会打仗。 后来蒋介石去了台湾关林征,则心里看得清楚,选择去了香港。 蒋介石多次邀请他去他都不理1980年8月1日,关林征去世享年75岁。